丟出是要上到我之前 不是要到你死那样 但是看着好人这样 我会觉得很不屌 就是很屌 就应该很远 世大运田径男子标枪 在26号晚间上演一场 另类的互破大战 中华双枪 黄世丰跟郑兆村 再加上来自德国的霍夫曼 先后打破世大运记录 最后是由郑兆村 这惊天一职 划破了台北天空 以91公尺三流 终结这场破纪录大战 还收下金牌 其实在这一次比赛前的时候 我就告诉教练 安德成教练说 我想要投过90公尺 我想成为亚洲传奇 这一直在我心里就是 就是梦寐以求的 就觉得说这个目标很难 非常难 就今天这个夜晚让我达成了 也谢谢所有人的支持 这场纪录大战 是由中华好手黄世丰开始的 当他第四职直出 86公尺64好成绩时 先打破了1997年的 世大运记录 不过接下来另外两位好手 更加惊人 所以后来黄世丰 竟以铜牌作收 至于德国选手霍夫曼 他一度以88公尺33打破黄世丰的记录 暂时排在第一 不过接下来 霍夫曼还要挑战 郑兆村的91公尺36 这一直相当惊人 距离非常远 全场观众也跟着紧张起来 不过最后测量结果 霍夫曼直出的是91公尺07 无法超越郑兆村 最后驱居迎牌 这这次赶快选 找到了金端 武器赶快选 白洋人mus 霍夫曼直出的91公尺36 除了是世大运记录 也改写亚洲记录 在历史上还排名第12 而當天晚上台北田徑場的觀眾 也為這三位選手精彩的表現喝彩